地鋪 沒有人分地鋪那麼高級了吧 但人們說有地氣的 地鋪才有地氣的 我上了50樓 你哪有地氣呢 有同學問 師傅我想問一下 租隔壁擺碗水會不會是水火膠墊呢 它要水黑火 這個不是叫水火膠墊 你要水火膠墊的時候它就膠墊 你要水黑火的時候就是水黑火 所以繼續 看風水來講的意念 這個很重要 師傅 如果有個業主賣了一間屋在七運的時候 他就租出給別人 是 然後他裝修好了 八運的時候收回來自己住 那間屋是七運還是八運呢 他有機會轉不到八運 那怎樣才知道他轉到 不知道的 斷股 因為現在這兩年是轉地運 我也是摸索階段 但現在暫時研究到 機會完全沒有裝修 沒有佔過業權的 是轉不到八運 明白 所以你租雲樓 分分鐘你現在租 他可能都是當七運 就是帶爐去轉了八運 那就一定轉八運 你要看七運好 你不是七運八王 你就是八運 好 例如有洞土殺 是對女人的影響大一點 誰說,全家都有影響 就是那個次序… 你上次說… 首先小孩,然後女人 還有寵物 我剛才有個朋友養龜 他的龜通常很耐死 他養了他,死了四隻 然後死後 死後龜,然後狗,然後女人 到最後就是男人 所以我想問 如果有殺對女人的影響大一點 那會否相對來說 那桃花,所以女人就更受了 沒有關係 通常男人沒有定力 女人很有定力 這是對的,問錯問題 師傅,有沒有分寒命人 熱命人和榮命人的床位是怎樣的 有的,這個比較簡單 因為我們最簡單來說 寒命人就是床頭向東…南…東南… 或者西南…這四個方向 熱命人就相反了,對不對 是… 腳… 不是,向來看,你要留意 這樣就叫床頭向 如果你坐在書桌 就這樣叫做面向 所以床頭向東南就是枕頭位 一被人問這個問題 我又發脾氣了 你叫甚麼叫床頭 是吧 經常被人問的 床頭問是腳那裡 我經常被人問的 我明白床頭,怎麼是腳那裡 我經常都沒有耐性 回答你的問題 不過經常被人問 你不是第一個,但十個都有 那熱命和平命呢 熱命和平命其實相反 很簡單,其實分兩批 平命和熱命就是床頭向西北 西或者北或者東北 這四個方向 相反的四個方向 就是平命和熱命人 寒命和熱命的床頭向有分別 沒錯 但床頭睡了兩個人 一個寒一個熱,那怎麼辦 這就是很常見的 因為我經常說兩夫妻 很大機會大家相差六個月出生 尤其是冬天的人很容易夾夏天 這樣的情況就看誰勢力大 第一,夾誰收入不穩定 第二,夾身體不好 如果你們兩個都是這樣,隨便 隨便吧 跟隨我們的永遠牌廢 那些刺激就行了 明白 師傅,我那天走過街市 看見一個嬸嬸 他居然叫我 哥哥仔,幫我問問你師傅 我兒子上自然堂 浸了一盆大豆芽 我可以當水種植物嗎 你現在想你回來問我嗎 他叫我托我問你 你不會回答嗎 我回答他,但他不相信我 他說我不是師傅 你說我師傅說過,這樣也可以 這樣就行了,對吧 你們懂得回答 這樣也要問我,水種植物 我何時有說過種甚麼植物 大豆芽,不是水種植物嗎 謝謝師傅 我覺得你學那位師奶 學得很甚至 是嗎 好,現在是時候休息一下 下一節回來會說說書房 如果你自己的家庭 你家人甚至是一個人居住 其實沒有人進入你的書房 你也不用指揮人做事 所以其實背門和對門都無所謂 書桌最忌,背向廚房 這是不是最重要的書桌嗎 沒錯… 但在房子裡的書桌 是完全不重要的 是嗎? 你喜歡怎樣擺放就怎樣擺放 背門也好,對門也好,背窗也好 喜歡怎樣擺放都可以 這樣對著角位也沒問題嗎 都可以的 因為很多人以為背門是不行的 其實辦公室的書桌背門 叫楊鳳欣為,它是壞的 但如果你自己的家裡來 你家人甚至乎你一個人居住 其實沒有人進入你的書房 你也不用指揮人做事 所以其實背門和對門都無所謂 但我剛剛這兩天發現了一個新問題 我去看… 現在很多人是家居住的 對… 當不當是辦公室? 也當,但因為它沒有人出入 你不用指揮人 所以還是沒問題 但有一個有問題 剛剛我新鮮、滾熱、辣 看到雞屋,那個風水叔叔說 他一定要擺放這個位置 對著廚房 我到現在都不知道為什麼 他說一定要這個位置 他這個屋子就差不多 他就是這裡入門口 這個位置就是這麼大的 我不明白他為什麼要在這裡 然後原來他兩夫妻 都在這個位置辦公 他是做職業師 經常接電話 然後才有生意 他自從住了一年多之後 就來沒錢供樓了 他說蘇師傅 我再沒錢供樓 我就要賣樓 然後沒有工作 就失業了 我一看,為什麼這麼天才 這間屋子這麼多地方 原來他兩夫妻睡 這間屋子還有三間房 他兩間房都不用 他一定說他要放你在這裡 我也不明白為什麼 那其實是否真的不好 一定不好 不要說用風水,用常理也不好 你這裡經常出出入入入 你就在這裡做事 你都不方便 真的差不多這樣 這個一定是不行 但為什麼我也不知道 為什麼要這樣放 那如果這個是廁所呢 廁所沒問題 又沒問題 因為廁所對住來說 我說廁所對住就是你桃花 反而是你人緣 廚房對住來說 廚房熟火 火是什麼意思 火味健康是嗎 除了健康呢 如果你做生意 火氣重 火氣重 很害怕,突然考我 那就是 火氣重 還是脾氣不好 對 你想想想,可能你下意識 你跟人聊天的時候 你對客人沒有忍耐力 脾氣不好,很急 你得罪了客人 不知道 因為他老公做冷氣維修 他說很穩定 他說突然四、五個客人離開 因為一間公司包來做 他也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他犯了這個錯 在無形之中 他也不記得 橫樑壓頂,稀流不通 師傅,我們說來說 他遺漏了一件很重要的事 還沒說嗎 是 你知道香港很多時候 都有橫樑壓頂 怎麼辦呢?壓住床 這個很壞的就是橫樑 沒辦法了,我們工作人員 用著先 這樣想想想 這個經常常見 尤其是舊樓 很多時候用樑,不是用主力長 你攔腰地摘也有 整張床摘也有 原來躺在下面那個 被氣打轉就不能睡 還要不止 有時候橫樑摘床也有 橫樑摘著梳化也有 橫樑摘著廚房也有 橫樑摘著廚房也有 或者你自己煮食 坐在那裡也有 原來橫樑壓頂 很多人不知為什麼 不知為什麼 我教你化解之前 就講別人的化解辦法 我都見很多 你會壓住就是頭痛 總之壓邊 哪個位置容易出現問題 但他就不是突然間出現問題 他要很久很久 有長久的時間的氣 打下來才有問題 但一般人不了解為什麼 我又見了很多 好笑的化解辦法 左右吊一隻蝙蝠 黏在那裡 他說蝙蝠釣回橫樑 我又見過 接著我們有個工作人員 告訴我 這個真的沒有聽過 放一個葫蘆在橫樑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剛剛有一個新的 我們有一個… 又是工作人員 這個就是觀眾 他有個朋友說 看到他橫樑壓頂 叫他貼個紅色利是封在那裡 這個你問我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火就生肚子 只要生肚子 只要生肚子 怎麼會有什麼作用 真是不明白 有些就有理論一點 你聽他好像很厲害 就拿一個斗拱 把他頂起他的橫樑 讓他不要炸下來 還有 以前我們早二十年前看 有些更好笑 樑旁邊掛一枝木的燒 九棟燒 我想來想去都不知道為什麼 後來有個學生告訴他 原來木就會黑土 就黑著橫樑 所以你看到很多古靈精怪的辦法 那為什麼有這麼多辦法 因為他不知道為什麼 橫樑壓頂會有問題 現在解釋給你 看我的畫圖 那你就知道了 原來橫樑壓頂的意思 不是因為那條樑壓下來是有問題 因為我們每一個空間 它是有空氣流動的 如果你把床在這個位置 或者你常常站在這個位置 它這個氣打完這條樑 它就一定是向下來的 那這個氣打完這條樑 它是不是一定向下來 那你長期受到那個氣打的影響 你無形中 其實它會受到那個氣 那若干年之後 你的部位就會出現問題 譬如我有個客人 他原來做了一個吊櫃 他還要睡上隔床 他爸爸就睡上隔床 叫他拆了一些吊櫃 你說那些老人家聽不聽 沒有…沒有櫃擺 對… 他又說沒事 我身體也不知道多好 突然間一天就把血管進入醫院 所以因為它橫樑壓 要若干年積聚的氣才有問題 你知道原來橫樑壓頂 是因為氣打下來 剛才我所說的 那麼多種辦法 你說有沒有用 因為擋不到氣 不是糧的問題 其實橫樑壓頂 只有一個辦法 可不可以… 我知道 是 可不可以我掛一塊… 好像人家的陳列室 有時掛布很漂亮的 對 這個就是我們第一課的時候說 如果你用窗台做了床 怎麼辦 掛布在這裡 這個一樣 這裡整條通 這裡整條通 掛布在這裡 又或者… 如果你的樓底夠高 做假天花 封了它又可以 有一個又是真人真事 又是好笑的 有一次我有個朋友 打電話來